但遭到了收押 六千多万赃款找回来 但还有两千多万 到哪儿去了呢 现在是下落不明的 嫌犯安德鲁公称说 上级要他把钱放在内湖的山区 但是是真的吗 还是又放在什么寄物柜里面了呢 不过警方对他的说法是存疑的 因为查获的三指行李箱当中 其中就有一个 跟他说藏在内湖山区的行李箱 外观是一样的 警方怀疑这两千多万的赃款 可能早就被16个嫌犯分赃出警了 剩下的两千万赃款到底在哪 12日下午安德鲁离开下榻军约饭店 监视器正好拍下 他右手拖着一纸登机行李箱 搭计程车前往台北车站 随即又离开 乡内装着车手酬佣两千万 不过专案小组比对 破案查扣到的三指行李箱 其中一个外观一模一样 其实这两千万 应该就是追回的六千零二十四万一部分 安德鲁离开军约饭店 拖着藏有两千万元的行李箱 他所受上级指示 必须来到内湖西湖公园旁的山区藏放 等到其他车手来接应 安德鲁拖着两千万行李箱 回到民生东路民宿 再度外出前往内湖山区 把行李箱放在草丛堆 隔天为了确定行李箱 已经被同伙取走 还两次回到现场勘查 果然隔天台北车站监视器就拍到了 共犯巴比把行李箱藏入台北车站置物柜 最后由米孩儿 罗可夫两人带往韦多利亚酒店 盗铃案赞款 最后通通集结在台北车站的置物柜 由最后一组人取走 而伤设两千万 有可能被放在了监视器 拍不到的置物柜 事实上警方认为 两千万早已被十六名嫌犯分赃 虽然出境每人上线时一万美金 但嫌犯可能偷偷夹带 一部分放在随身行李 一部分托运 外传台湾地下汇队 本着爱国心 不帮这个盗铃集团洗钱 导致六千零二十四万始终运不出去 为求慎重 北监检察官打算提去 已经收押的安德路 再度回到内湖山区 寻找一丝希望 把最后张款拼图给完整屏上 记者陈文轩张南俊